台鐵為了持續推動多卡通電子票證服務 從3月1號起一花江再增12站啟用電子票證服務 台鐵表示新增的12站包括永樂、東澳、南澳、五塔、汗粉、和平、和人、從德、新城、景美、北埔以及花蓮 加上今年1月1號已經完成坦鼎到芳寮地區的電子票證乘車服務開通 全線共計189站可以使用電子票證 每天可以服務32萬次以上的旅客